即將啟動選戰模式的 台北市長柯文哲 請假前一天 繼續為市政行程打拚 我們早上七點半還在討論那個 都更的那個容積獎勵換寬的標準 還在 我等一下下午回去 還要簽很多公文 一旦啟動選舉模式 柯文哲維持網路優勢外 地面路站也少不了 要來掃接敗票 競選活動會找綠營市議員同台嗎 通常是這樣啦 我們也沒有主動去邀請人家幹什麼 但是如果人家要來 好像也沒有拒絕 強調不排斥和綠營議員同台 再加上近日競選總幹事小野 表態力挺陳其邁 都被外界解讀 再向民進黨釋出善意 加上傳出選前之夜 蔡英文將南下輔選 缺席北市的造勢場 引發棄謠寶承說法 現在就是有感覺到 民進黨有棄寶嗎 就是棄台北寶寶 那你要去問洪耀虎 你怎麼會問我 低調必談氣寶 不過力挺陳其邁的影片一出 傳出小野還私下致電韓國瑜 澄清並非柯文哲立場 又引發弦外之音 我不曉得 我個人我先聲明我個人沒有答 那你們之夜 其他人我就不知道了 至於選前之夜的場地 在姚文志搶下市府廣場後 柯文哲競選團隊也開始另尋地點 傳出鼠疫信義區旁的四四南村 今天是不是會決定選前之夜的地點 老實講 你要問然後回去問一下總幹事 聽說好像比較鼠疫四四南村 不曉得 這個是這樣啦 其實這些細節我都還沒有去 都沒有過問你知道 都給那個競選總競選的那個辦公室去處理 強調一切由禁辦處理 距離投票日只剩下兩個多禮拜 柯文哲也即將正式投入選戰 全力衝刺力保連任 環宇新聞 宋俊毅丁上城 台北報導